因為他現在是主樂 就是37週了 所以意思就是 他任何一刻都會降落 37耶 所以不會太害怕 對啊 我當然我超緊張啊 那為什麼不讓他休息 所以我今天把我的那個 婦產科的醫生也請來看演唱會啊 真的假的啦 任何有什麼突發狀況 我們就在後台直接接受 我突發跨他 We don't talk to talk Let's get it 你都會覺得好嗎 他不是你最單純的嗎 太沒事謝謝 欸 我覺得太陽吧 對啊 因為其實在太陽之前是頑童 可是真的是 好 我原本是這樣子 我原本想說找頑童來的原因是 因為我希望有個段落是 第一方面是希望給歌母一個驚喜 然後就是很多老歌迷嘛 就覺得要回饋給大家一些 頑童的一些經典的歌 再來一個很大的任務就是要讓我休息 真的 真的是實話 你要cover我嘛 要做一個休息 就是我可以變成三分之一的工作 可以休息 然後去準備後面的ending 但是呢 頑童的show真的是太high了 我很難唱得不用力 結果反而最累的是頑童那一part 真的 全場最累的就是那一part 然後唱完以後 我就超級喘 喉嚨也超啞的 馬上要去唱泰陽 泰陽是一個超級很靜下來的一首歌 然後那個地方真的是有點困難這樣 對 所以我一直在提醒自己 就是不要太開心 不要太開心 對 就是他們來這樣子 然後又看到小春大人 他們在唱的時候 這句我會 就想要跟著唱 以前我都會唱那個part 可是他會想說你不要唱那個part 讓我們去唱 你就是休息 你找了機會就休息 可是你就會太興奮 你就說哇 那個我要唱那個 你就 但是今天就是有hold住啦 結果我一直告訴自己就是 不要太開心 5月就是37週了 所以意思就是他任何一刻都會降落 37耶 對啊 我當然我超緊張啦 那為什麼不是要休息 所以我今天把我的那個 婦產科的醫生也請來看演唱會啊 真的假的 讓我為什麼突發狀況 我們就在後台直接接吻 有沒有 這是一個父親的思維 我早就想好了 因為我之前知道 他說也很緊張 為什麼會在後台接吻出來 我就先給他票 因為今天主意了嘛 我說先給他票 你來這樣子 來看 如果說什麼事你就趕快到後台幫我接 耶 老師 色情多了 有 有 有 完美啊 我也不知道我誰 他算貼心的 反正就是原因上就是有求必應嘛 就是他需要什麼 就請他去做到 對吧 你有發現他可能比較有孕度啊 有 其實他這次就是 應該講說就是蠻 就是蠻 蠻多就是懷孕中會有的 就是比較不舒服的症狀 其實他都有啊 所以就是 就是會比較 就是比較心疼一點啊 然後你會比較不放心啊 對啊 然後 但是他真的 他也是很貼心啊 就是他幫我打理蠻多很多事情 為了讓我可以專心 對 但是我不可能啊 你還是一樣就是選著一個 新鎮的就是兩邊都是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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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